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星期五的新闻联播时间 这个是要问时段 首先跟大家说抱歉 昨天的视频出来的声音 就完全不行 我要负上站 因为新的地方还没准备好 希望下星期所有的设备齐全了之后 出来的视频的视频会见得到 因为情况是这样 因为我们试过是准备好的 因为试过是你告诉我是准备好的 有条片都出来了 有条片都出来了是没问题的 但是出来了 所以你和我保证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有监制就说 其实之所以没问题 因为他在这里所以才没问题 如果他不在这里就有问题 我们经常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还没有第三个人 不是这样的问题 而是他知道 他说我好像跟你说过 要他在这里 要他在这里 原来他有没有在这里是很大问题 我们就会不以为没问题 希望过这个星期六的设备 做好了之后 就大幅改善了 首先和观众说一声 不好意思 请大家原谅 我一定会认错的 我不是林郑月娥 有什么要澄清? 好似有羊 好似有羊 好似就是回复了 有些问题我们先在这里回复 是 有一个问题 这个很得意一定要回复 他说 大师 尸体就笑了 成一潭上颈 死不断气这样淫 乃一个阴虚之嘶 看阳语仍似是青头仔 问候 乃纯阳之志刚 若打手枪稍有节制 仍可有余力 大师既然相信性交可转运 提议大师遇阳遇性交 以纯阳保阴虚 或可治愈狗咳痰多之病 为健康莫痴疑 速速行之 这个听众的观众 他 因为这条片是在性交转运那条片 我解释什么是性交转运 有没有性交转运那条片 我想他搞错了 性交转运和性交医病的问题 他认为性交可转运 和性交转运是两个不同的类型 我好像听过财阴保阳和财阳保阴 当然是另一样 他的性交是一个性交医病 究竟有没有财阴保阳和财阳保阴 这是我们的医病 我们再财阳 所以他不要弄错了两件事 性交可转运和财阳保阴 财阳保阳和财阳保阴其实是有的 就是一个老病 认识一个年轻女 或者一个老女人 一个股者认识一个年轻人 你的人的心境会更年轻的 所以就是财阴保阳 如果你是年龄的相对 即使不是什么 你那个人的老病和多些年轻人 不要说是做拍拖 来往多聊多点 聊多点水 所以我常常说老人院 应该建在千年宿舍旁的 就是这样的 老人院为什么建在老人呢 我觉得整件事是行不通的 越做越腿 是的 就是等死 所以外国其实是有的 后来我发现外国是有这样的 所以是 但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性行为 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性行为 究竟是否可以医到很多残疾 我想这个网友应该也没有什么医学的根据 所以但是性交主闻 我再补充一些 因为也提供了一些资讯 因为财色同工 只是发生在男人身上 就是不发生在女人身上 因为男人来说 钱和女人是相对来说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是性交主闻的话 他说第一 其实是嫖妓不算的 是 只有女朋友和老婆才算 所以男人会有黄夫黄妻 即是那个是黄夫 如果是女人来说的性交主闻 所以一夜前是不算的 即是女人一居然没有性交主闻 但假设是有的话 那一夜前也不算 即是男朋友 那不停每天这样转 男朋友和老公才算 比较长期一些 但是当然有一个实质上 也都是实质上 女人的性交主闻就是 你老公发了财 那你就转了云 或者是一个很有钱的男朋友 类似好像刘联红 那么有钱的男朋友 那当然是转了云 当然是一个实质上 而不是一个名理上 当然你可以当是名理上的 是的 这样的状况 所以大约解释 而那个观众的问题 也挺不妙的 因为他搞错了性交主闻 和性交治病 这两个问题 OK 好了 讲完了 我们回到要闻时间 昨天本港新增了39宗 跌了下来 但今天应该会重大 因为初步确诊到50宗 其中20宗的源头不明 遍布了整个香港每一个角落 包括半山 太古城 北角 大角咀牛头角 落库 深水埗 新界元朗 大埔北区 和天水域 全香港就是了 浅水湾 大潭深水湾也没有了 深水湾也没有了 山顶也没有了 去半山 半山 山顶 棺塘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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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棺塘不算棺塘 棺塘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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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怕 张畜军就说了 一旦出现超级传播 可以引发大型的爆发 现在他说明了 因为很多大厦都会有传播发生 因为大厦的天井和水渠 政府会加紧处理 也跟习主席在事像上 跟林郑月娥的事像述职有关 林郑述职给习主席 习主席非常担心香港的疫情 似乎都会做多些事情 首先一件事 先说一说个问题 昨天的事情就是 因为红磡那里有个竹谱 有七个人感染 如果照顾一个说法 就会封那区来做强制检疫 但那区有很多长生店 因为在晚上要做守夜 预备日日上山 家属又要出殡 要有个旗 因为很多人都担心 那些长生店的老板 或者殡仪馆的人 就担心 若然突发封区 也会有个很麻烦 大师是否觉得 应该都是要着情处理呢 就是那区的事 长生店要着情处理是吧 不是 就是要看看那区 你觉得呢 我就觉得要着情处理 因为你也订了时间 你也知道排队 你再订了 那飞机师是否需要着情处理呢 飞机师 空姐是否需要着情处理呢 这个问题 船员是否需要着情处理呢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如果着情处理 每个人都会着情处理的 是 那就真的不用做了 是 你觉得应该是照做的 不是 你穿什么情处理呢 有什么事情不用穿情处理呢 到时候全部穿成麻溝烦 明白 穿什么情处理呢 你如果这样 我就告诉你 船员就穿情处理了 飞机师空姐 就穿情处理了 多少人穿情处理了 结果就爆了出来 是吧 意思应该是一事同仁 是的 很简单 很简单的 之前为什么穿情处理 就是因为有太多人穿情处理 现在 接着那些人就说 那些来往香港的商人 董事 那些又穿情处理了 那些穿情处理 然后船员上岸 最糟糕了 我说了 是不是才对 那结果就全部穿情处理了 穿什么情处理 穿什么情处理 那些本身的思维反射就错了 现在之所以 今天香港有这个问题 就被人穿情处理了 嗯 不错了 结果昨天就在一个 封区 在北角那里 就将东法大厦封区 都看到了 突然间封区 拉个封锁线 那些警察就跑 拉个封锁线 很多人都拍了照片 也挺厉害的 可能一下子就告诉你 封区不让你走出来 东法大厦昨天封区 接着就做了一个检测 然后就做了一个检测 那就 呃 十二小时之后 就做了几百人检测 接着就发现零感染 那 没有的 前一次封再封 又将决中学位一单 那今次是零单 那 那 会不会那些人都 醒水都走了呢 有几样东西 嗯 第一 嗯 我怀疑东法大厦那区 因为很多人 我怀疑东法大厦那区 是不是只有几百人 如果是封区 很多人都没有英文 没有封区 那你应该要捏一张纸 是啊 应该捏一张纸 就不让我封区 总而言之封区 你如果撕了一张纸 而你没有回报 那这样就做了 因为之前都可以这样做 OK 那就是 总而言之 东法大厦那区 如果是那区 应该不止这么多人 因为港平街 都很人口密集 你说一栋大厦 你有两三百人 那你如果是封区 那一带 应该都是好什么 第二就是那些检测 是 它应该 现在通常检测 用探鼻 探喉 探喉 看片就探喉 现在大陆 应该同时包括了四个东西 我忘记了哪些东西 首先它会用四个色指 一个就是探鼻 另外一个是深喉腿液 另外一个是探喉 还有一个就是探光 你只是说 不是说 是真的 如果是封区的话 就是探光 是 是 然后就全部探光处理 嗯 那就是 有些专家就说探光是没有用的 有些就说探光是有用的 有些就说 多门照计没有肺炎的东西 但是多门应该有 那些就说 有很多 而且 也设定的比较多 嗯 我想视乎你的 清洁状况 或者你几个区块 之类 就是一个探光问题 所以 大陆现在是同时间测试四样的 因为现在有很多假音性 假音性 就是想准确一点 是的 那你同时间测试四样的话 当然是比测试四样是更加准确的 嗯 所以我只是这么说 那你能不能接受 大家一起随负探光 就是这个问题 那也是要自己进一个房子做的 你自己进一个房子做 我相信你不会自己探光 但是这个有个问题 那你女性那些是怎么处理的 女性没有光门的吗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有没有 男性的光门不可以让人看 男性的视野怎么可以让人看 女性的视野怎么可以让人看 不是这样的问题 就是一个实质处理的 一个实质处理的 有没有实质 你既然男性的视野都给人看 女性的视野都给人看 如果男性不看 女性也不看 不是男女问题 就是探光 就是你觉得也要有助手做的 什么 就是有人去做探光 第一探光是一定有人做的 第二 男女是没有分别的 没有人说 没有人说 你旁边的太太的光门就不可以让人看 郭富城的光门就不可以让人看 我想很多人都想这个郭富城的光门 对不对 你明白吗 就是你不是说女性 就是光门毕密牵涉男女的嘛 嗯 播才有男女之分 对不对 对不对 你刚才说了 你刚才说了 你是街坊来的 你住过的 北角 我以前认识一个很熟悉的人 在北角街住 就是你不是北角街坊来的 我没有住过北角 我是北角街坊来的 我住了北角十几年 我当然知道东法大厦在哪里 昨天只封了一个东法大厦 我就觉得 为什么封了东法大厦呢 因为东法大厦旁边有一个叫美麟大厦 那里是一套东法大厦 贴得很近的 我觉得如果你既然封了东法大厦去做检测 我又不明白为什么不做美麟大厦 东法大厦好像有几座 有几座里面嘛 对不对 然后拉出来就是美麟 即是你既然封了东法那几座 为什么你不封了美麟大厦 我就觉得奇怪 因为如果你没有记错 第一次佛堂爆发就是美麟 其实那里是相通的 那些东西 人们是走来走去的 我说一下 即是我觉得既然封了可以做检测 不如封多两栋 我再讲一讲 关于疫情的时候 我想到可能是有用的资讯 我昨天去看医生 看了心脏科医生 是 正常复杂 正常复杂 他就说 我是属于低风险 是 低风险 哪方面低风险 肺炎低风险 为什么呢 很少见到人 又不是年纪大 他说你惹上了 也没事的 惹上了死的机会率也是很少的 还有惹上了可能发病率也是十来百分之一 就是不是那么高的 他说他自己做医生就一定打的 如果你经常去医院 医院是最高危的地方 你经常去医院的人都一定要打 就是说是打疫苗的故事 但是疫苗是 他说未稳定 未稳定 未稳定 接着又说到大陆 他也好看不起大陆 我也不会去大陆 他说productions 有偏心的信心 但问题是 我只是跟他说 好像 辉瑞在香港打 你都可能不排除大陆做 就是复星这样做 还是他分发 我不知道他在大陆製造 现在政府说复星那些就是德国製造 德国製造 那些都是德国製造 他说去不了纳税水平 是 是吧 去不了old Russian水平 OK 那个状况就是 但是我们得出到 有一个大家认为的 是 其实有有效率 还要计算 95%有效率 50%有效率 因为50%有效率 其实是 有效率究竟有多有效 就是说 你有少少有效 就是你吃了那种药 譬如那种药有50%有效 是否算是有效率 可以帮助到的 有效率其实是很难计算的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的有效率 只是计算是 你能够防止染病 以及染病了病情减轻了 这些有效率的定义是很弱的 所以到最后我们也得出 我刚才说了有效率的问题 到最后得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他们说的 全部都错了 哦 就是副作用率是最重要的 哦 就是这样 你现在的问题是 为什么他觉得 如果你有副作用率 你可能会失去 你有副作用 你有副作用 你可能会失去 是吧 是 如果有副作用的话 你的副作用 有多少副作用 不要紧 如果副作用就是痛两天 是吧 或者有疲倦 那些没所谓的副作用 就是严重的 令你的副作用率有多严重 喂 如果副作用率不大的话 我打了两天 我打了 就算有效率只有30% 我都会打 是 对不对 嗯 当然 有效率只有30% 我都会打的 但是问题上就是副作用率 就算有效率 就可能帮助20% 正如打口罩 戴口罩有多少 戴口罩可能 自己戴口罩可能 是20-30% 我也戴 为什么 因为那些东西 是没有成本 只是去打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成本效益 那些人只计算效益 应该要计算成本 是 就是说你要计算副作用率 更重要 计算有效率 就是有效率 你只计算20% 也没所谓 50% 所以应该只计算副作用率 因为实际上 如果对于一些低风险的人 像我那样低风险的人 你实际上打的那种 是不是帮助很大的 因为至少 你高风险的人帮助就很大了 在数学上 但问题是副作用 就变成了cause efficiency 就是cause efficiency 的问题 大家永远都是计算 正如究竟封区 或者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防疫 有没有效率 都是这样的状况 是 各副作用都十分 因为现在都没稳定 德国就宣布了 阿斯利康的疫苗 他们正在用 60岁以上就不能打 只可以从18到65岁中间才能打 可能欧盟都会追求德国的标准 这几天就会知道 那去掉看副作用率 所以我奉劝大家 最重要的看的不是有效率 有效率多 你零有效率就没用了 但问题是 就是看整件事打出来 有多少机会率是负责的 如果是帮 你平时帮到 其实帮到五成已经帮了很多了 看来香港小区的强制检测 都会继续在这几天不断进行 其实都不用说封哪里 大家都知道 你那大厦若然有几宗 那差不多一定会强制的 那个情况也是这样 譬如你竹店有七个 那区又有检验 但是现在看来都是 我想他们着重旧区多些 他又没有封到丽港城 丽港城那天有几宗 他又没有封到丽港城全局检测 可能他对那个旧区那里 就是比较担心 因为那些旧楼的问题 那看来都很容易 我想很多人都走了 那些旧楼有两三个检测 先闪了 但也不要紧 现在看来采取的封区 也是很OK的 六七点下 六七点下 六七点下封 就早上六七点下解封 中间尽量将结果出来 等于 反正都没有解封 早上七点下 六七点下回工 没什么问题 另外有一宗新闻 就是林文健出任卫生防护中心总监 原本的卫生防护中心总监 王庆佳 调任了新职 新的职位就是 叫做公共卫生服务总监 现在那两个卫生防护中心总监 就是一分二 就由两个人去担当 因为都看得出来 因为防疫工作 和疫苗注射工作 都会很繁重 把最高的两个再分出来 分别是卫生防护中心 和公共卫生服务 都是好事 就像你所说 一早就应该有一个 叫做防疫专员 现在也不是防疫专员 防疫专员当然不可以这样做 因为应该有一个 比较高级的类似职务师 湘建宗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他做这些事情都是废的 但是刚刚在蓝丝群组里 封存疫苗的小组 应该有十几个医生 好像有三个传染病专家 给疫苗 其余那些主要都是医生 什么科目都有 其中被人说 好像有个割包皮专家 他是欧阳东卫 但其实他不是割包皮专家 其实他是类似传染病专家 被蓝丝说他是割包皮专家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搜索不到他和割包皮专家 但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笑 但毫无疑问他有很多皮肤病 性病专家 那些就跑去做疫苗 就是疫苗专家少做 是的 大家说有没有搞错 你都不是找这些专业 直到后期找医生 执务医生去做这些事情 但是的确是欧阳东卫 大家封传说他是包皮专家 原来他的确 至少我找到的他不是包皮专家 虽然不排除他曾经 而且做这些公职是你自愿性的 就是叫得你做很多都推的 对不对 我不知道会不会推 但是如果这么说 如果你是一个政府 你叫一个人去做一个公职 而那个人推你的政府的话 也挺大事 你那个政府的威信 所有的事情都很差 你那个乐意 这两样是两个人的 是那个人民的专业人士 对于社区 对于社团 对于地方的龟宿感 就是说你这样控制人 第二就是你对于他是权威感 这两件事情你都没有才能推出来 那袁角勇应该合格 袁角勇有份 对不对 袁角勇和许昌也有份 袁角勇有合格 每次都第一时间去 但如果压最后床 这个是值得欣赏的 真的很厉害的 第一时间去选择 新私事出至少是勇将来 刚刚 之前我也批评过他的 但至少我们看什么 整件事 对了 就算你的东西是多么 有偏颇或者什么也好 但问题是至少你敢去用 走出最前线 最危险 未确定 他也是第一个人到 最重要的事情 也挺够僵的 有时候又没有再保护衣 总之什么都担当了 但当然 他作为一个专家的话 他应该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是 我也看得出 虽然 有很多专家 为什么只得了你一个在前面 对了 刚刚 有一件事就是 但我有一件事也挺担心的 对于阮郭勇 什么担心 作为一个这样的专家 他每天都要穿同一件衣服 照顶应该晚上换衣服 不是 他解释了 什么 他衣裔就是这样的衣服 很多套 很多套 他解释了 我不是每天穿那套 我很多套一模一样的衣服 他很喜欢穿那件衣服 他解释了 他每天买 不是 他有很多套的 因为他可能保持了学者的形象 最近换了口罩 因为他 鸭嘴的口罩 因为他每天都要换衣服 好了 最后一件事 临时加入一个要问 一定要加入 就是 香港政府 想推出这个手提电话 SIM卡的10名登记制 政府会在今天 稍后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时间 公布出来 不是 是今天中午公布了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长邱藤华 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刚 和通讯事务局总监梁仲言 下午2点半都会见传媒 会谈及有关电话 智能卡10名制的问题 现在的新闻还未到的 但也先说一下 你觉得 智能卡10名制 是否认识呢 这个视乎我是 就我自己的利益 和就我自己 和就公共的状况来说 是否赞成 就我自己的利益 我当然反对 但就公共政策来说 是应该做的 因为实际上 你没有任何理由 去不做这件事 我只不过后悔 就是当初的时候 10名制 我失败了大陆号码 所以就是 这件事本身是要推行的 因为其实当初的时候 你不是所有的电话 什么时候都是10名制 当初是没有SIM卡 你上台也是10名制 是的 上台也是10名制 实际上以前的时候 没有太空卡的时候 没有SIM卡的时候 都是10名制 我们现在的电话 都是10名制的 是呀 这个相信是 是问太空卡的问题 这个相信是这样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认为将来可能会有些 不是做一些Philipan卡 到最后你买些外国卡 没分别的 只不过你麻烦很多 那你可能外国卡 不准备一个信用 或者之类 会有很多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现在上面在搞电话云手机 就是一部电话里面 有很多个电话号码 那是不是怎么实名 我想知道 如果将来 你所有电话号码都实名 没有问题的 有很多个的 没有所谓你多少个都可以实名 你现在一万个都可以实名 ok 那就是了 今天的要闻时间差不多了 记住 我们大师的拍档 R君搞了一个Bitcoin的入门班 是虚拟货币 或者加密货币 不是Bitcoin 不是只是Bitcoin OK 你记住Bitcoin和加密货币 有很大分别 ok 我照读而已 是不是 他那个 他写给我 加密 加密就是Bitcoin 不是 他写给我叫比特币入门 比特币入门 你骂骂他 不要骂我 我照读而已 老友 只是说笑而已 其实都会牵涉到其他币种 当然 但是就叫做 比特币入门 一堂过的 记住大家捧场 现在都很多人报读了 之后我们 你会看到我们亚洲电视有链 报读了 卡进去 好东西来的 快手 超值 方便 一次过 一晚带你认识了 所有 加密货币 这个 新兴投资工具 若然你不知道 是什么 是不是骗人 或者你觉得 我也不知道 如何无从入手 因为不容易入手 现在很多年轻人在玩 希望大家都会捧场 捧场 好 还有一件事 盘赛 现在已经卖了很多 因为送货时间 会很紧迫 因为未来的 连三十万都很紧要 现在预计到 如果大家有兴趣 也可以去买 亚洲电视 就是 卖西班牙海鲜 金贵盘赛 你应该是说 嗯 由于送货时间 很多人订 所以就紧迫 所以希望大家早点订 让我们订阅 这样 对了 对了 因为农历新年那几天 现在已经很多人订了 让我们订阅会好一点 如果我们在最后才订阅 当然也会收钱的 是 我们很难不收钱 我们从来 我从来抗拒不了 就是钱和女人的人有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这样的话 行政会比较方便 就不要不踢 那么就尽快订阅 那你现在订阅年初一 年三十年初二 开年饭 到时送到府上 包你觉得超值的东西 年初一也送到府上 应该做得 年初一也送 对了 现在留下了个电话 可以慢慢谈的 你放心 你买了之后 不是啊 因为想订阅 所以才问年初一是否送货 年初一我又 如果年初一送货 不是啊 年初一送货才订 年初一有用的 明白吗 我和你谈谈 好了 记住大家捧场 加密货币 比特币和盘赛 多谢大家 拜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向 prochain